我是Samuel 上海人 料理老師 今天做一道本邦經典 香油扇絲 盛盤後熱油一焦 絲拉作響 有聲有色 去除內臟的扇魚 劃成小拇指粗細 改刀成5厘米長的扇魚段 熱鍋起油 將扇絲入鍋滑炒 待魚身微微純軀即可盛出 另起油鍋 下少許豬油 邊香薑末 蒜泥 加料酒 生抽 老抽 和冰糖 調勻後 加入扇絲炒魚一分鐘 再加水澱粉 勾一薄芡 關火裝盤 在扇絲上挖一小窩 加入蔥花 將燒滾的麻油 澆在上面 趁著油吃拉作響時上桌 撒上白胡椒粉 就可以吃了 滑扇絲的話 一般菜場都可以帶為幫忙的 買活的回來要把它放入沸水中 加少許白醋 煮大約5分鐘 操作起來就比較方便 切扇絲的時候 最好用竹刀或者木刀 因為從傳統語意義上來講 金屬的刀會對這種水生生物 會產生口感上的一些影響 炒之前先過油 是為了縮短後面的噴製時間 這樣的話口感會更嫩一些 不代表 蝶子 還會繼續